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二十咖啡,我是阿山 今天我要介紹一位 你可能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但你絕對聽過他做的歌曲的英國作曲傳奇 Steve Mack Steve Mack我會說他真的是英國近二十年來做曲界的傳奇 他獲獎了無數 而且還拿過了三十個英國排行版的暢銷第一名 這位作曲家曾經做過的作品 包含了Achuram的《Shape of You》 《2002》 《Rockabye》 《What About Us》 都是他的作品 而且他也曾經跟很多歌手合作過 包含了Achuram Pink Westlife Little Mix One Direction Shakita Selina Gomez Emmery還有Lean Payne 而今天我叫他帶你來了解這個Steve Mack 到底是如何開始他的職業生涯 跟如何演變的 而非常有趣的是 其實一開始Steve Mack 並不是想要當一個專輯或音樂人 他其實本來想當一個建築師 但是因為他那時候學校實習沒有辦法去叫建築師 所以他才退而求其次去錄音室 想不到就開啟他的音樂之旅 我們來聽聽他之前在BBC上面的專訪怎麼說的 但他們說什麼是你的第二種選擇 我問他在錄音室 我在錄音室 我在學校實習 我已經在樂隊 而就在意外進入錄音室實習之後呢 他還做了幾首電音的歌曲 然後就登上英國的唱校排行榜了 從此以後也開始了他的音樂生涯 而在1999年的時候 他第一次跟Westlife西成男孩開始合作 而自此之後呢 他也不停地幫Westlife來創作 接下來我們來聽一下這首 《Flying Without Wings》 這首歌其實收錄在Westlife的第一張專輯 Westlife裡面 然後他是Steve在過去呢 嘗試了EDM之後 第一次嘗試這種稍微有點偏唱詩 這種CHOIR的曲風 然後他跟Wayne Hector 一起來幫Westlife創作 自此之後他們兩個人呢 就跟Westlife非常長年的合作 而你也以為Steve Mac只會做這種抒情的曲子嗎 在2009年的時候 他跟英國另外一個 後來也很暢銷的男團JLS 合作出了這首 Beat Again 這首歌呢 讓我們看見Steve Mac 嘗試了有點流行pop的曲風 然後再加上一點R&B 然後這首歌也讓Steve Mac 再度奪下英國排行榜的第一名 這讓我們看見Steve Mac的嘗試的觸角非常多元啊 好那剛剛這兩個男團呢 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 但是接下來這個你一定熟悉 因為Steve Mac在2011年的時候 跟One Direction合作推出了這首 Gotta Be You 當然Gotta Be You有點回到Steve Mac過去跟Westlife合作那樣子比較抒情的曲風 但是Gotta Be You裡面有一個非常特別的Baroque Rock 就是巴洛克斯搖滾 在這樣子的搖滾裡面呢 Steve Mac融入了一些古典的元素在裡面 在配器上也選用了不少弦樂啊還有鋼琴 而且這首歌也是非常抒情 讓人聽得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 當然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 Steve Mac幫助了像是Clean Bandits 像是Emma Reed這些歌手變得越來越紅 但其實我最想提的是 他在2015年跟The Femmes 這個我也很喜歡的男團合作的歌曲 Wake Up 這首歌用了非常強烈的鼓組來製造出工業搖滾 而這樣我們看見了 Steve Mac竟然連這種非常經典的硬的工業搖滾 他也可以掌握 而且這首歌在編排人生上面 聽起來也非常有男團魅力 不愧是真的是男團製造機 Steve Mac 你看他製造的Westlap 製造的JLS 製造的The Femmes 製造的One Direction 都跟他有關係 而接下來呢 Steve Mac也捧紅了一位 我現在非常喜歡的歌手 Tom Walker 這首他的代表作 Leave a Light On 就是他跟Steve Mac的作品 Leave a Light On 這首歌 我想他最厲害的就是唱出那種 難難自語那種真正的對感情的這種傾訴 而且Leave a Light On 也讓Tom Walker非常獨特的響音 能夠在這首歌裡面突顯出來 而你以為Steve Mac就到這裡做這些pop的歌曲而已嗎 沒有 他後來又回到ETM了 後來他一直不停的跟Marshmallow合作 包含了這一首 Hear With Me Everyday You'll say in the words that I want you to say 在2019年這首Hear With Me裡面 他再度回到了他熟悉的EDM 從他其他手跟Marshmallow一起合作的歌曲 包含了這個HAPPIER 都可以聽得出來 他對旋律的掌握依然非常獨到 而在2019年呢 他也陪了好久不見的Westlife七成男孩回鍋 他們正式大回歸的曲子 Hello My Love 就是Ed Sheeran跟Steve Mac一起幫他們作曲的 其實很有趣的就是Steve Mac從來都不自己作曲 他每一首曲子都是跟別人一起合作 但他常常跟不同的人合作 但據他的說法呢 是他很喜歡這樣子不停激盪臉子的感覺 所以他覺得自己做就沒有辦法激盪臉子了 當然我覺得Steve Mac的歌曲 能夠在這20年一直被大家不停喜愛著 就是因為他多元不斷嘗試不斷創新的這個精神 或許每個音樂人如果能夠再多點創新 你就能夠不被時代淘汰 那如果是下面別忘了點個讚 然後給兩邊的影片去看我其他部影片 然後別忘了點下面所有的連結 進入我所有的Facebook還有Instagram 才不會錯過任何最新資訊喔 我是阿翔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別忘了訂閱我開啟小鈴鐺 掰掰